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不少大廠的尾牙活动 都改成线上举行 不过这个消息 让很多人都相当羡慕 是鸿海把今年省下的实体布展 还有场地等等开销 直接回馈给员工 年终伴手礼的额度 也一口气翻四倍 提高到一万元 鸿海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 该菜线上举办 稍乐现场live气氛 但员工等到这句话也算值得 宣布年终伴手礼额度 要从以往的一千九百元 提高到一万元 是上最高 活动仍然会举行 但可能会用现在的这个高科技 让你可以参加活动从家 其他都照查 其他都照以前一样 看看伴手礼选项 真的好羡慕 从价值五千元的 日本A5和牛礼盒 和牛烧肉 还有值三千元的佛跳墙 鸭兄礼盒和麻辣锅等 高达数十家餐厅可以选择 一个公司也一个公司的文化吧 鸿海它取消变成现金也是好事啊 应该蛮多人都会羡慕的吧 对啊 因为除了年终奖金之外 还有这一笔钱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连锁速食麦当劳也破天荒 一连五天举办线上尾牙 抽iPhone 家电餐券 合计总值破千万是过去的两倍 家电大厂申保 把抽奖活动挪到线上举行 还加码抽股票 富邦金不办尾牙 提拨每人两千元经费 各单位自行举办 再加发个人加菜金两千元 没关系 我老板年终发得多就好了 所以尾牙的话是还好 今年虽然估计只有六成员工 可以参与到年度的尾牙盛事 但看来大厂们该采线上举办 加码抽奖更不手软 东三层的新闻 柳子腾红沛于台北采访报道